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重大的bug 都有好几处 所以说 在这个阶段 所有的错学者 要避免严高手低 他犯的错误 你也会犯 我们看一下bug有几个 这是我们那个作业题 这个学员也做了 好多学员也还不敢做呢 不能不能笑话人家 首先呢 定义一个直辰面量 你首先先看语法 你不觉得别扭吗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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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出关心字 空格 空格 一看这么鞋带吧 人们又灵性了 然后呢 定义放在这里 好了 语法 bug 不好吧 这会儿再诱惑吧 做完吧 一爬不行吧 再看这个地方 这不说了 挺有问题 然后呢 这是一个直辰 这个上分配在内存空间吧 你看它提前分配了异轨吧 它分配一个 一位受阻吧 它把它变成埃及直辰了 然后我们把那个 内存数地址传给B段运喊说吧 在B段运喊说里面 使用这块内存空间吧 使用内存空间怎么使用呢 这不是使用的吧 然后解捏的 是不是又给它挂信的内存空间 是吧 它把这个Morlock工作变成了两部 这一部写在一个产生里面了 这一部写在另外一个产生里面吧 这么写也可以 但是呢 这么写存在着一个严重的 不好维护的现象 什么叫不好维护 假设这一颗代码是一个人写的 这颗代码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你说 谁去释放内存 怎么样释放内存 谁去释放内存都不合适 像这种情况 就应该在开发中严重的避免 你不能说 我这个地方分配了一块内存 干了一半 另外一半人在你这个技术之上 再去分配内存 这种模块 内存模块偶合性太高了 根本不适合做项目开发 而且极难维护 太难用过了这颗代码 你看这意思吧 嗯 所以说 这可以说啊 是设计上的一个大罢子 设计级别的 你没有设计级别 大家一开始啊 可能没有看出来这个别扭在哪地方 我给你这么一分析 你是不是觉得很别扭啊 确实是很别扭 当然也许原来这么写的啊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写 要么认存 全部都在主调含图里面分配完毕 要么在非调含图里面全部都分配完毕 你别这个含图分配一半 那含图再分配 你别搞得这么搞啊 没有这么设计的 太难为父了啊 那个采放认存怎么采放 你还把非调含图里面 你还把非调含图里面 你这么采放还倒掉了 你知道吗 后面还给他讲啊 所以说没法弄 所以说你要么你就 全部分配的神 在一个含图里面 要么在非调含图里面 全部分配的神 你别搞成两块 这是第二个大罢子 再看啊 这个W 这个W等于零了 这个W在这里干嘛 这个W在干嘛 玩 所以说啊 这个W可以去掉吧 你要么等一个人也行啊 你不就回原视听吧 不行是吧 好 Bug3 是自己的笑了是吧 然后呢 还好 这个非调含图里面 OK 还有一个情况 我再说Bug了 这都不说了 再看采放这些 这个地方都不说了 同样的Bug 和Bug3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 别人这个地方非调含图里面 假设只有撒调数据 它自分配了三次 你是这样释放十次 你逮着一个no 在释放 释放指针所指向内存空间 这是零吗 你能 你能释放零处那个内存空间的数据吗 你肯定不能释放 你释放是不是当掉了 假设你看这个 抗次 假设这个抗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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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等于十 你不是全个抗次吗 你看抗次还没有 你看这不是抗次吗 这个抗次是不是没有甩出来 看见吧 所以说 这个地方你写个十 是不是当掉了 这是不是又是个Bug了 OK 没有超过四十万弹板 看Bug多少了 眼睛手底Bug 四个Bug了 第四个Bug了 然后再换 再换 这个phrase 没问题吧 OK 那 这个地方分辨内存 如果这个地方分辨内存 失败了 往下走 是不是 这边一用是不是当掉了 啊 是不是没有做到那种检查 这是第几个了 第五个了 假设A等于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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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倒掉了嘛 收拾量都没有判断 同样到底 重量也没有判断吧 这是第五个了 OK 关闭的函数和 子函数的第二用 就有五个大Bug了 这都不用说了 这都不用说了 再看这个 再看这里边 这里边也有Bug了 严重的Bug 再看 二次暴力在暗示 几个暗示 几个暗示 是吧 再看了 这不是看了一下 就生气了 那这里Bug出来了 Bug出来了 你看 假设 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是不是有内存结落 假设第四次的时候 Bug了 假设第一次分辨成功 第二次分辨成功 第三次失败了 是不是有内存结落 这个我们避免了 这是Bug6了吧 Bug6 还有 还不算完 看好了 假设有两个字符 假设多少是两个字符 算好看 是不是 P和PTIM之间有差值啊 有差值是两个字也 对不对 两个字也看好了 质量是2吧 是个2 假设是个2出来了 最后面 斜杠0 斜杠0 有没有单独分辨的权 是不是少分辨一个内存空间啊 是不是忘了加1了 要不然变成10GF字符战 这个香港领事物要占一个自己啊 是不是没有加1啊 是不是又是大八字啊 七个八字 一个小代码 竟然有七个大八字了 不算 这还不算完 这个地方还有他呢 还有他呢 还有他呢 有这么写代码了吧 ++P 这个 还行吧 就这么认了嘛 是不是写的也得别扭啊 所以说啊 这个地方不好看 可读性不好 可读性不好 是吧 是吧 你看看 我说 这孩子没办法 没办法当个bug了 就这三十号代码不到 一出手 竟然是这种级别的代码 一出手 啊 竟然是这种级别的代码 所以说呢 咱们学员啊 一定要在这个阶段 避免眼高手低 把课堂上 我布置的作业 你 多敲三遍 没问题 我敲的代码 你多敲三遍 没问题 啊 一遍不成 敲三遍啊 避免眼高手低啊 你看你一写代码 就从这种级别的代码 不恐怖嘛 对不对 这他还 这样这个宣言员 还是练着的 你看他 你堵他代码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宣言 有点傻的 但是呢 他呢 比那些不动手的宣言员 墙上好几倍呢 他又没动手 不动手呢 没有意思吧 不能不动手吧 每个人必须要端正心态 在这个阶段 就避免眼睹手臂 啊